2020年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1年贺岁金银纪念币 纪念币共两枚,一枚金灿灿,一枚银闪闪 两枚纪念币正面都是一样的国徽,国名和年号 它俩的差别在背面,印的都是东北人家典型的房屋外观 但细看图案有差别 真正特别的是银制纪念币面额三元 没有错,这是一个三块钱的硬币 它里面含有8克纯银,最大发行量200万枚 三元硬币是少见,但要说真豪狠,那还得是面额2000元的纪念币 2019年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系列纪念币 纪念币共三枚,两枚金制,一枚银制 面额2000元的这枚金制纪念币含有纯金150克 最大发行量只有600枚 这种非常少见的2000元硬币在当时引起了调侃 一个月的工资就只能换这么两三枚钢盆 而不,金盆,买不起 这么说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一个月的工资很可能连一枚也买不起 这是因为以金银钵等贵金属为材料做成的纪念币 它的面额只是一个象征性标注 贵金属纪念币的实际发售价格 一般是面额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想想就算是150个黄金元材料 价格也远远不止2000块 再加上加工费等等 这枚2000块的纪念币,你花2000块肯定是买不到的 一些贵金属材质的纪念币 因为有特殊题材,发行年份,独创工艺等因素加持 身价分分钟坐着火箭往上涨 早在2012年,一枚发行于1983年的面值10元的熊猫银币样币 就拍出了172.5万元的天价 这枚熊猫币这么出圈和它蒙翻众人的国宝题材 以及第一枚熊猫银币的高贵身份分不开 而有些纪念币能出众则是因为它们本身长的就是异形的样子 2000年,生销龙纪念币发行 这是我们国家纪念币历史上第一枚扇形金币 简直不要太灵类 但比它更像上面的也不是没有 2000年再往前一年,1999年 还发行过四枚明清善化银币 假如不看正面,只看背面 准以为这是拆掉善骨之后的扇子 有的纪念币像扇子 有的纪念币像扑克牌 2020年10月,牛年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 15枚纪念币中就有一枚长方形金币和一枚长方形银币 它们的正面图案是最常见的国徽国民年号三件套 背面则是看上去像一家三口的两大一小牛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长方形金币第一次现身了 2012年中国15枚龙年纪念币里 就出现过两枚一金一银的长方形 除了在造型上搞特殊 纪念币还有哪些令人惊喜的神操作呢? 2000年,2002年,2003年,三年间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三次发布了《红楼梦》系列的纪念币 总共18枚纪念币中有15枚都是八边形 这个外形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图案 硬币上的人物画像居然是彩色的 神态和细节描绘令人惊叹 但假如要比梦幻,接下来这组纪念币简直不能更赞 2020年5月20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一套六枚吉祥文化主题的纪念币 其中有两枚是星形 上面还写着百年好盒四个字 专门挑520这天发行 网友表示非常会选日子虐狗 其实从2015年第一组吉祥文化纪念币发行开始 就出现了第一枚星形纪念币 到现在,吉祥文化系列每年都会上新 星形纪念币每次都不会缺席 上面刻的字不是病地同心 就是珠联碧合 非常幸福美满 自1979年发行第一套建国30周年的贵金属纪念币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就先后发行了上百组纪念币 纪念币分两种 一种是含有金银的贵金属纪念币 另一种是以铜合金或者钢心肚孽等材质做成的普通纪念币 普通纪念币可以和铜面额的人民币等值流通 也就是理论上你可以把普通纪念币拿出去花 但实际操作中 别人很可能因为没见过或者怀疑是假的 而不买你的帐 但话说回来 纪念币本来的意图就不是让人拿去花 是为了纪念本国一些杰出人物 科学文化成就 名胜古迹 珍稀冻植物 体育赛事等而发行的法定货币 通过发行这样的硬币 它上面刻着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内容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 就像50元背后的布达拉宫 20元背后的桂林山水 石块上的曲塘侠那样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纪念币的发行量逐年增多 以每年都会出的贺岁纪念币为例 2009年赫岁牛发行3000万枚 2014年赫岁马增加到了1亿枚 而2019年赫岁猪 发行量已经高达了2.5亿枚 这都是为了规范纪念币市场 避免出现像球鞋圈那样 朝卖行为过于泛滥的现象 朋友们 你们还见过哪些特别的纪念币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